前两天,邢台南宫市一个老乡,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们村的地本来就不多,但是呢,现在有70亩地,马上就要被人强占咯。 邢台南宫市段炉头镇东孙家庄村,是一个拥有200多口人,300多亩地的小村庄。 在这个人均土地一亩多的村子里,村民多以种地为生,可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村里发生了一件匿外事。 村之书要开发的这70亩地,位于东村家庄村村南,其中30亩是村里的口粮地,家家都有一点,给予的40亩有一部分村民承报。 听说要占地盖楼,村民们多次找村之书要说法。 因为要占地,村委会决定给每位村民补偿一万块钱。 2013年8月份,在大多数村民不同意的情况下,开发商便开始圈地准备施工。 这是一个叫做现代新城的项目,目前已经开始发售了。 那么这块被占的地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又是否有土地审批手续呢? 开发这块地,是什么象征的? 开发这个地,开发这个地,门时达到一半多钱,这一流。 这一流一半多钱? 嗯。 是吧? 好。 确定是一半多钱吗? 这个还能够说到。 那它这个,它听说是几分多钱? 这一流是一半多钱,这一流是一半多钱。 这一帮那是一半多钱,那一帮那,让它坑上有一半多钱,就收不了。 按照张所长的说法 这70亩地中一部分是基本农田 一部分是一般农田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 正用基本农田需由国务院批准 一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 首先应向国土部门以及规划部门做出申请 查看是否符合当地土地使用的总体规划 如果符合规划要求可以转变为建设用地 应向国土部门申请 批准之后再根据规划要求进行建设 那么东孙家庄村的现代新城项目 占地是否得到了国土部门的许可呢 张所长再三表示 移交法院后国土局已经结案 并已经将此案的卷宗复印件 交到了南宫市人民法院 那么事实是否向张所长所说呢 记者来到了南宫市人民法院 为了关注这起违规战地事件的查处进展 记者电话联系了邢台市国土局 国土局表示 邢台市国土局执法监察局正在关注此事 记者又电话联系了邢台市国土局执法监察局 您看我这儿还是没有接过这个叫 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市局这儿不知道这个事 我没说这个 反正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表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